巨弹农烟只穿天际 随着风势一路向外扩散 为在俄罗斯凯撒林报一家国防工业公司 18日传输严重国境 它不仅是俄国自走炮主要生产商之一 更是唯一生产2S系列自走榴弹炮的企业 目前官方尚未出面说明实际损失与起火原因 无法掌握是否会对生产俄军装备造成影响 而在皮尔姆大萨维诺机场 则传输俄军装备酷造轻乌武装团体纵火 暗夜中好几处接连冒出火蛇 据称俄军损失好几件军事装备 两军持续在潜线机站 持继阿夫迪夫卡战区乌军第42机械话旅 驾驶布莱德雷朝俄军方向一轮猛攻 力头在对内刺客方向 则看到俄国BMP3战车遭无人机伏击引发训报 零件也喷飞好几公式高 战事陷入胶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与国防部长乌美洛夫 今天出访英国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 总统斯基发表演说时将各国领袖强调 团结于果断行动对欧洲安全与未来的重要性 而在这期间 他也先够与英国捷克及斯洛维尼亚 签署安全合作协议 与英国讨论的合作事项 侧中弹药防空等军备生产 和捷克斯洛维尼亚 则分别强化军事技术合作和军事人员训练等 同时英国官员更表示 将和乌克兰一同发布有关打击俄国影子舰队的计划 过去俄罗斯为了规避西方寄出的石油禁运制裁 秘密运用上百艘邮轮出口原油 也导致俄罗斯经济来源始终无法完全被断垂 而除了这项计划 英国也预计达成新的防务支持条约 并运用在两国国防工业基地好促进生产 记者黄欣雅整理报道